台湾保育黄猴雕有成 近来有民众在玉山国家公园 看到黄猴雕集体出没相当的惊喜 因为雕类动物其实大部分都是单独行动 这一回集体行动相当的罕见 浴馆处研判 雄性的黄猴雕集体结盟 可能是为了要猎捕更多的食物 色彩鲜明 移动快速的黄猴雕 在山间就像黄色闪电一般 而且仔细一看 它们竟然是成群结队 甚至在山间一同玩耍东闻西闻 或是在树林间蹭蹭树皮打滚 模样相当可爱 毛茸茸的黄猴雕 原本应该要喜欢单独生活 现在却一扫往日的印象 原因到底是什么 浴馆处委托环境生态顾问公司 调查研究发现结盟是有原因的 它是会有一个结盟的一个行为 那这跟国外的一个单独 这个的一个雕刻的行为 比较不一样 那这个也是他们获取这个猎物 成功的一个方式之一 原来黄猴雕小团体都是雄性 结盟是为了更方便的围捕大型猎物 这项发现也让我们更了解 这种保育类生物的习性 浴馆处也呼吁游客 如果在山区看到黄猴雕 不要打扰也不要喂食 一起维护野生动物的漆地 记得难投这么不早